4200块就像是掉墨水的一样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生病了 我这个嗓子也是刚刚挤出一点声音来 听起来比较奇怪 大家多见谅 这说话剧疼 做视频不易 大家别吝啬 一键三年可以吗 今天朋友们带来的 就是约定好的这款赛博配色的PG能天使高达 看下来的时候也说过了 因为这款价格4200确实是比较贵 肯定是要做完看一看完成状态是什么样的 周三录完双头龙以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上一次做PG能天使还是17年的年末 时隔这么久了 中间不知道做了多少次PG独角兽 再去重温这套能天使结构 还是有一定新鲜感的 咱们今天还是从内而外 分层来看看赛博配色 都做了哪些处理 首先在内构框架的部分开枪的时候有说过 这次骨架部分 以比较亮的金属成青色为主 金属色表现的亮度质感确实比较强 但是水纹痕迹依旧是比较明显 不过作为PG能天使 我感觉它的主要看点实际上还是在灯组上 为了配合一些内部走线 这个内构设计也相对简单一些 观赏属性并不强 而这次选择较亮的金属色 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和深色外甲能够拉开明显对比 要不然真的就是没有几个不黑的地方了 内构配色你感觉表现怎么样 而另外这次拼装的时候发现 在GN电容内层的黑色透明分件 通透度不如之前的出版好 有几个位置注塑效果比较浑浊 偶尔也能看到一些瑕疵痕迹 接着我们还是来看看安装外甲的完整形态 是不是好看吧 其实刚拼完的时候就感觉 这次能天使真的是游黑游黑的 大家可以先就第一印象五分满分来打个分数 首先在原本蓝色外甲部分 比如说胸甲盾牌之类 这次采取了和偏光配色P6元祖一样的起面效果 背光情况下呈现于黑色调 在不同角度下通过光线的反射 会呈现于墨绿色或者是紫色调 整体颜色变化和P6元祖是没什么区别的 这时隔一年再看配色 我还是感觉不换汤不换药 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而且淡化零件上偏光配色之下 缩焦痕迹也是非常清楚 而在原本白色位置占比比较大的 就是这次黑色的电镀外甲了 开箱的时候有朋友说 这个漆面和RG金一端的表面是一样的 怎么可能呢 我是感觉这个黑色电镀面特别好看 光线反射上去之后 黑底配上白色高光显得特别高级 而按照常理 这个表面应该也会存在一些缩焦 或者是一些其他压司 但是因为真的是太黑了 普通光线条件下太难看出来了 不过这个电镀面在之前的时候提到过几点 像是非常容易沾染指纹 或者是容易出现花痕的问题 甚至是落灰的情况 依旧是不可忽视 很容易埋态 而且这个电镀面的牢固度不太好 像是太阳炉间端的黑色漆面已经是蹭掉了 露出这个颜色底色了 保护这个漆面感觉像多了一个祖宗 但是外甲部分涉及了一定量的隐藏水口 加上本身零件底色也是黑色 外露水口在这款模型上也有一些 电镀面的外露水口痕迹 也不如成形色骨架上来那么清楚 太阳炉这边的水口会比较多一些 这单个零件的漆面虽然好看 但是也确实是太废了 而为了让外观方面可以看出一些层次和段落 这次有选取粉色零件来作为点缀 像是在肩甲、头部、手臂 或者大腿下端都有设计 让整体外观不至于太过闪门 EV1板件提供了双份 实际上你可以实现外观更黑 或者是粉红色透明加更多的状态 自己选择搭配也不是不行 这个配色自由度还是有一些的 而除了以上带有漆面的板件之外 能贴使原本红色分件位置 这次成形色是消光黑呈现的 模型状态下的配色 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些黑的过分 像是头部分色也是缺黑一片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在外甲表面 粘贴上模型内部附属的银光水贴 来丰富一下表面的层次细节 当然TG能天使的一大招牌 这灯组必须点亮才是完整形态 这次套件里面也有附属 点亮亮亮光之后 所有效果可以说是增色不少 这个眼部也能看清了 特别是当粒子传送带泛起亮光之后 电容泛起绿光之后 让色彩感变得丰富了一些 而且本身RGB灯光的特性 就比较迎合赛博主题 我感觉选能天使兴趣是有一定考虑在其中的 亮灯效果比常规形态下是中看多了 而三红模式的灯组效果 点亮之后 让神厂原本的那些作为点缀的粉红色透明件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突兀了 视觉方面有了一定的纤结 看起来也还行 不过在头部侧面 肩膀贴线 还有胸口部分所采取的透明分件 本身就没有什么醒目颜色 也没有办法实现灯光传递效果 存在感确实就弱一些了 如果前期不够亮的话 也可以使用紫光灯配合上分色透明件提亮 以上就是对于这次赛博配色 PG能天使标准外观部分的整体表现了 这个配色大家感觉是不是满意呢 实际外观在缺乏特殊外部打光支持的情况下 看起来可和官图差的挺多的 而最PG级别 外甲部分也匹配了不少的展开机构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驾驶舱部分的展开结构了 这个地方的外甲是采取了两层结构处理 下部外翻以后再来进行全面的展开 内部就可以看到驾驶舱结构了 而最PG级别整体驾驶舱配置的位置并不算特别深 还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而说内部的座舱机实之外 本体套装里面还有一个站字刹那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模具有点久的缘故 整体细节表现看起来有点肉了 那么除此之外 因为和战损配件是套装呈现的 所以还会得到额外的电镀版本的逼人刹那 在胸口侧面的装甲可以向两侧进行展开 而腰部两侧装甲也可以向侧面进行外翻 小腹部分的装甲也带有展开的可动结构 而在头部两侧耳朵位置带有一顿微拉结构 肩甲部分内层可以上提 同时在顶部透明件部分可以上翻展开 肩甲下端也是采取了分片式处理 可以向下方分离一些 而同时在小B部分也是带有额外的展开结构的 大腿部分弯折腾出空间以后 可以以顶端关节轴为基准进行外翻 然后在小腿正面的这层装甲也支持底部位基准进行外翻 并且小腿两侧大尺寸装甲 无论是内侧还是外侧都可以进行外翻展开 背部顶端有一颗洞结构 同时在太阳炉里两层结构四面叶片 PG级别也是给出了展开结构 都能进行单独的外翻 间断位置通过旋转还能再分离一点点 能天使的外甲展开结构其实并不算少 但是展开之后的造型样式表现并不算特别突出 不过今天这款因为外部装甲采取了大量的神色配色 而内构部分又选取了较量的金属成型色处理 展开之后的效果和原色版本近乎颠倒 骨架配色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 而这款模型里最后的一个看点 就是所附属的R1战损配件包了 大家刚才看到这个水贴我是没贴的 一是怕操作外甲的时候把水贴刮掉了 二是因为生病了确实是比较懒 如果是购入这套模型的玩家 我个人建议到底是要选择标准能天使 还是R1战损的先考虑清楚 因为本身原色版本外甲拼凑起来比较紧 在进行部分外甲拆卸更换的时候就比较费劲 我记得我也拆坏过卡榫 而这次外甲涉及到了漆面或者是电镀涂层 本身组合度就比原版更紧一些 拆卸起来更加吃力 而且电镀面外甲不禁折腾 你拆的时候是翘是抠 势必会让漆面受到损伤 如果不是为了展示 我肯定就是标准能天使如柜了 但是本身看完这套4200套件初衷 咱们还是来看看表现 我们直接亮灯 先说问题 针对于被替换的部分内构 在配色方面和原本的内构金属色有一定区别 而这部分零件像是在前额 金甲部分 封闭的电容部分 原本的灯源 这个零件是遮不住光的 而造型方面 相较于标准能天使 R1的半变脸已经是彻底破损了 右脸呈现为开放内构的状态 尤其是外露的红眼 配上赛博配色尤其醒目 终结者的味道也更浓了 而剩余的改变 像是缺湿的肩膀粒子传送带 胃甲部分的凹陷 破损 露出底层内构的不完整缺口状态 缺湿的膝盖装甲 已经残缺的支援电容 缺湿的脚踝护甲 胸口电容上大大的裂痕 这些地方除了部分颜色进行了变更之外 脱模处理 破损的位置和细节 和圆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整个左肩照例是遮挡断臂的披风 这个颜色由原本的墨绿色 变更成了当前的黑色 当然还有一把破损不堪的战损断剑 当前配色配合上这种破损细节处理 整体风格意外的还挺协调的 看起来貌似是比标准形态更合适一些 同时赛博主题也能体现的更多一点 但是会剩余不少带有电镀漆面的外甲 就得找个地方好好收纳了 像我之前原色的天使 换完战损配件之后 这个替换完的外甲 就不知道装到哪个盒子里去了 所以这几年能天使就这么一直损着来着 而对于今天这套4200元的赛博配色PG能天使 本身套件是带灯组的豪华能天使 加上战损配件包 外甲换色工艺是采取了偏光配色 加上电镀漆面 万代帕也知道拉色相设计更换整版配色太糊弄人了 所以这次针对少量零件 是进行了额外的透明色更替 本身还有灯组卖点属性 这整体的看点 我感觉是比偏光配色的PG游元祖强一点的 但是中国签订配色的高达模型 现在出了好几年了 意义 形式 颜值表现 我个人感觉都不理想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因素 每一个都那么贵 大部分都处在看一看就好的 看热闹阶段 在这么搞几年 估计所谓的中国签订也就没什么人关注了 最好别出了 不还能省点钱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换色老题材 嗓子也比较疼 咱们长话短说 视频制作不易 还是希望朋友们多多给视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